新届主場,由我主場 大家好,我是第六届選舉委員會第四届的委員,郭兆元 今年第六届特首會在3月27日選出 作為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我對未來新特首以次新的班子也有很大的期望 以下有兩點 首先,我們希望解決民生的矛盾 香港自回歸以來,政府的施政方向 也是偏向商界那方面 我們打工仔女一直受到壓抑或受到不好的對待 而政府也在這些時候,表面上用避重就輕的方法解決問題 令民生的矛盾日漸加深,引致社會的撕裂 我們的年青人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 亦都被有心人士利用以至破壞社會 中央政府推出了國安法以至完善選舉的制度 就是要杜絕政府施政在任何一方傾斜 未來的特首、未來的班子 比以往的政府應該是更加無後顧自憂 所以希望可以自力解決打工仔女的住屋難、交通難和工作難 這幾座大山 在住屋難方面,隨著人口的老化 我們打工仔女要成家立室 要有自己的天地 但偏偏因為房屋的短缺 租金的貴 令打工仔女養家賺食已經非常困難 更加怎樣奢望有自己的空間、自己的住屋得以成家呢? 其次就是交通難的問題 我們打工仔、要上班 自然是依靠交通工具 特區政府開發了北部的新發展區 吸引了一些家庭搬入 但出來的交通費依然是高昂的 而本屆政府是用交通津貼 是輔助支持我們打工仔的交通費 但我們覺得是治標而不是治本 而且不少的新市鎮到市區的主要降度 都是很容易擠失的 打工仔有不少時間都是交通工具上面 費用高而又容易擠失 令到他們不堪其誘 最後就是工作難 現行的勞工法例 雖然保護了打工仔很多地方 但實際上仍未能改變 老闆主導一切的困局 假自故層出不窮 老闆以無理的條件強迫員工等等 令到打工仔要安穩地謀生 亦有一定的困難 另外我作為荃灣區議員 我認為政府也要未來規劃好 我們荃灣60年後的規劃 我們荃灣自1961年 行憲成為新界第一個衛星城市 已經60年了 今天的荃灣已經融入市區 大家見到幾乎是看不到一個新的市鎮 尤其我們荃灣的新天橋網絡啟動了之後 我們從西樓各公園 一直貫穿到荃灣廣場 甚至現在去到全新天地 意旗西鐵站那邊 為荃灣的街坊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空中走廊 荃灣的新舊社區臨立 仍然有不少改善的地方可以做 希望新的班子、新的特首 可以致力在荃灣的社區更新 我們尤其見到重建 養到一大的舊區 加快我們現在荃灣 以至去到屯門的單車徑 令到我們荃灣的社區更有活力 新界主場由我主場 我是郭兆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